歡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我是沈文彤 就開始帶您關心國際股市 美國聯準會宣布暫停升息後 美國股市十五號開盤漲跌互墊 不過隨後是一路走高 道瓊工業指數就一度上漲208點 標普500指數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也上揚 具有廢半指數是走低1.2% 而台股今天震盪走低 台積電盤中是下跌超過1% 指數最低是來到17250.79點 失守17300點大關 不過部分AI概念股表現還是相當強勁 整體呈現震盪格局 帶您看到國內金控業者 台新金控16號舉行股東常會 而外界關注日前剛進行董監改選的 新光金有改革派大勝 而未來兩家公司 新光以及台新是否有合併的可能性 對此台新金控董事長吳東亮 首度提出三大原則 也表態任何案子都會有興趣 我們來看一看 台新金控董事長吳東亮 股東會首度發聲 就是回應外界關注的新光 台新雙新合併可能性 新光金董事會日前全面改選 改革派大獲全勝 尤其台新金大將陳準舟擔任董事長 給外界更多想像空間 目前我們談新金跟新光金 沒有任何合作的案子 符合規定之下呢 當然有機會將來的 是不是有機會也不曉得 現在新光金控的大陸之急 是他的壽型子公司需要增資 來符合資本市助力的要求 所以我們不認為現階段 是談論合併的一個適當的時機 今晚會主委黃鐵木15號擺出態度 吳東亮也趁著股東會 呼應主管機關說法 三大原則遵守政府法規 保障台新股東權益落實 金管會要求 任何案子都會有興趣看一看 遵守金管會要求的經濟分離 跟產經分離的要求 我們不會放棄任何的好的機會 如果有好的機會能夠 能夠來繼續讓台新金控成長茁壯 我們都會進去做事 做很努力的這個研究 高層沒有把話說死 尤其台新金過去有合併大眾證券 保德性仍受經驗 內部董事會也早已經做過相關評估 市場高度期待 而今年台新金預計 每股配發現金鼓勵0.51元 股票鼓勵0.42元 共計0.93元 今年前五個月淨利也年增140% 對金融業獲利展望省慎樂觀 新唐人亞太電視高建倫沈為瞳 臺灣台北報導 好 從去年開始 AI成為重要的產業趨勢 像是惠達市值呢 就一舉佔上一兆美元 長期跟惠達合作的 臺灣代工大廠廣達 股價也從不到九十元 是一路大漲 最高來到的一百四十八點五元 廣達今天召開股東常會 董事長林白莉 也是大談對AI產業看法 股東會議開始廣達董事長林白莉 就感謝股東支持 近來AI成為各產業重要趨勢 廣達旗下的雲達也因為幫揮達 打造第一台AI超級電腦 月上AI伺服器一哥 林白莉表示 相信將來的前景會更好 AI的相關伺服器的需求都大升 我們廣達從2016年開始 就研發生產AI雲端伺服器 到現在已經6年 得到非常好的業績 相信將來的前景會更好 林白莉表示 廣達很幸運 趕上這波AI轉型時代 未來的產品都會利用到 AI先進技術 像是個人電腦 雲端伺服器 車用伺服器等 都需要用AI運算功能 廣達將投入更大的研發能力 研發更先進的產品 去滿足市場的需要 創造更好成績 回饋股東 未來產品都要有AI才會 要有賣點 所以說這個是 我覺得我們運氣還不錯 因為6年前 我已經在很多公開場 說要發展AI 現在越來越覺得重要 所以說我們的戰略是對的 消費於平均出貨單價提高 加上雲端相關伺服器 智慧汽車等產品需求不斷 以及2022下半年缺料情況緩解 帶動出貨 廣達2022全年合併營收 創下新台幣1.28兆元的新高 年增13.47% 歸屬於母公司稅後 盡利289.57億元 年減13.95% 每股盈餘7.51元 創歷史次高 新台電視 胡數下張連結 桃園採訪報導 好 生成是AI 逐步進入生活 業界預期將驅動產業轉型 國際大廠 微軟跟台灣資訊服務公司 頂星電腦 今天就喊出戰略合作計劃 將微軟AI應用到頂星平臺 來給予企業使用 等等要開周會 幫我提前預訂個下午茶吧 喊出開會下午茶需求 AI私人助理就統整出 不同員工喜好的下午茶 台灣資訊服務公司頂星電腦 結合微軟底下 Agile Open AI 使用GPT語言模型 打造新人工智慧平臺 給企業使用 我們已經能夠將 企業裡面所存在的文件 都變成知識了 加上微軟提供的 這種自然語言交通模式 我們用說的就能get到 我們所想所需要的 這些重要的知識了 數字員工 就是跟AI的這個員工 一起工作 那AI的員工也會幫助 我們去達成某些事情 要突破的是說 大家的想像力 是否可以想像得到 只要想像力能夠想像得到 技術就能夠做到 國際大廠微軟和頂星電腦 強強聯手展開戰略合作 將CHAGPT首次應用到台灣企業端 台灣微軟總經理 便智祥表示 AI將驅動科技產業轉型 是帶動產業公司 因應未來的機會 而AI它已經不會是一個 指數型的成長 它會是一個點對點的跳躍 未來的世界每一家公司 都是科技公司 業者預見深層式AI 對產業帶來改變 不過相關資安問題 也是外界關注點 頂星表示 資安是另一門學問 產品研發符合相關要求 新唐人亞太電視 王冠霖 新鳴 台灣台北報導 美國經紀體大廠美光宣布 確資6億美元收購台灣封測大廠 歷程在中國西岸的封裝廠 先前中共要求中國關鍵營運商 應該停止採購美光產品 美光是否已經和中方達成 免除制裁的協議引起外界揣測 歷程強調去年已經在台灣 重建擴充新的Window BGA產能 近幾年積極努力拓展 邏輯和高階封測市場 並表示移轉西安廠的營運 對公司負面影響有限 這也移除投資者 近年來對歷程不確定因素的憂慮 彭博報導 美國晶片大廠英特爾 和德國政府接近達成協議 將獲得99億歐元 約新台幣3344.2億的補助 以原先商業金額高出1000億台幣 印度經濟時報16號報導 鴻海集團尋求開始在印度生產電動車 而印度代表團也即將訪台 見鴻海高層 報導指出目前還不清楚 鴻海是將在印度為多個品牌代工生產 還是通過合資企業為單個品牌代工生產 英國維珍銀河宣布太空商業飛行服務 將在這個月底首飛 帶著800名乘客上太空 之後會在8月初進行第二次商業飛行 未來每個月 不會將旅客送上太空 消息公布之後 維珍銀河股價在15號盤前 暴漲42%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帶您關心 繼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 摩根大通執行長戴蒙 以及LV集團的阿爾諾之後 微軟的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茲 也訪問中國 並在今天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 不過知情人士並未透露雙方的討論議題 另外中國媒體也報導 台積電的三位高層主管 總裁魏哲嘉 資深副總張小強 侯永卿 將在下個星期三接往上海 就期台積電舉行的中國技術研討會 解說未來技術發展走勢和產能規劃 好 帶您看今天的產業動態 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 今天出席遠東銀行的股東會 對於國泰市華銀行搜購聯名卡喊咖 他表示 珍惜所有的合作好夥伴 但無限期合約要調整一下 相信大家可以很快地找到合理辦法解決 中鋼今天召開股東會 面對小股東提問節能減碳的規劃 董事長翁朝棟指出 中鋼可以透過生產低碳鋼品 在市場彎道超車 另外 玉龍集團旗下的經濟母玉龍 董事會通過斥資9.5億元 入股Line Taxi 成為最大股東布局移動生活的服務產業 而合作金控的董事長雷仲達 接任5年7個月之後 最後一次主持股東會 而今天下午雷仲達是前往 趙峰金控擔任董事長 他表示 首先要找出利基點 包括外匯 國外獲利等優勢 加強核心業務 國際能源價格有關台灣電價 去年台電首次漲價 而今年4月又是再度調整 好在近期 國際油價是明顯下滑 虧損情況 有望好轉 台電發言人今天就指出 沒從高點200多美元降到150美元 天然氣價格也從去年高點下跌近70% 預期下半年還有降價空間 台電今年1到4月稅前虧損1,210億元 不過國際能源價格下降之下 預估全年的虧損 有望控制在2,000億新台幣 下節新聞重點 一週工作一小時算不算失業 中國青年失業數據明顯失真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回到新唐人財經新聞 帶一看今天的國際重要財經報紙訊息 首先帶一看澎國社報導 美光投資印度晶片封裝廠近10億美元 九龍時報 招聘熱潮結束 華爾街銀行財源人數或將超過一萬一千人 華爾街日報報導 全球經濟不同步 世界三大經濟體央行做出不同的決策 歐元區升息 美國按兵不動 而中國採取降息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 日本政府支援增強超級電腦 以及開發AI 目標要使計算能力達到目前的三倍 但您關心 中共竊取外國半導體技術案件 是層出不窮 而美國半導體製造設備供應商應用材料 近日就控告一家被中資收購的馬特森科技公司 指出 他們公司是挖角了十多名的資深工程師 並竊取商業機密以及專利技術 中共竊取外國半導體技術案件層出不窮 美國半導體製造設備供應商應用材料 控告一家被中資收購的馬特森科技 在短短14個月內挖走17名資深工程師 並竊取許多高度敏感性與技術性的資料 包含商業機密與專利技術 以達到達成的目標 而超過美國 中國認識它必須進行剪斷技術 但殘忍的事實是 在不斷進行新興奮的困難 中國經常拆盡美國的知識資產 然後使用它 對美國的社會被困難 中共商業竊密案不止一樁 近日一名三星高層遭指控 涉嫌收受中共4600億韓元資金 計劃在中國西安興建山寨版的 三星電子半導體廠 並以兩倍年薪挖角人才 竊取三星半導體高階核心技術 最終遭到難痕起訴 而今年2月荷蘭艾斯摩指控 一名在中國任職的前員工竊取公司技術 並斥責中共竊取公司機密 已不是第一次 我認為這新聞是在商業中 為一個很簡單的原因 ASML是一名的 全球的銀行業業業界 它的技術是非常重要的 在製造世界最豐富的銀行業界 中共利用多種途徑進行竊密 從經濟間諜行動 再到與海外公司達成合資協議 同時利用學校、研究中心 與學者網來作為掩飾 但是外國半導體大廠 無不繃緊神經 新唐人亞太電視 林章梅兆婷玉整理報導 美國半導體大廠應用材料 正在起訴中資買下的競爭對手 指控該公司14個月之內 竊取印材最有價值的商業機密 甚至大量挖繳員工 我們請教資深分析師謝承諺 怎麼解讀這整起事件 因為這恐怕不是單一個案 過去就有人提到 中共一貫是買不到就用偷的 而挖不到呢 乾脆直接竊取已經是中共的一貫手法 你怎麼看 基本上其實不只應用材料 最近也受到大家關注的還有三星 他們之前一個高層的主管離職以後 既然挖走了200個員工之外 也按這個按照過去他在三星 所拿到的一些機密的資料 既然要復刻一個跟三星一樣的一個半導體大廠 這個確實讓大家感到非常的訝異 而且設置的地點就是在中國大陸 而且就在西安附近 然後包括ESMO也發現有員工竊取資料 這個部分提起告訴 實際上這個手段其實中國 確實一直在半導體業 以這樣的一個方式來獲取 關鍵的技術的一個資訊 那因為半導體產業發展的過程當中 它需要幾個重要的一個環節 第一個當然是資金 我需要蓋廠房 我需要挖人才我要買設備 但是設備買到了以後 你還是要有相對應的技術 專利的技術跟人才來配合 當然就設備的部分 目前還是主要掌握在美國跟歐洲幾個大廠的一個手上 不管你說是這個EUV還是DUV 還是EDA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還有半導體製造過程中 你所需要的一些關鍵的材料 其實又握在日本的手上 那台灣的強項當然就是在 不管是在專利代工 還是在人才那個培育上 這是我們的強項 所以整個盤點下來 其實中國在半導體產業 你可以講他們有特別可以 佔有一席之地的重要的一個武器 或者是技術或專利等等 那因此勢必在從這個川普開始 針對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做打擊以後 這是一個誘發劑 整個誘發了中國想要在半導體產業發展的一個企圖心 而且對中國來講 絕對有它的一個急迫性 因為一開始川普大家還抱有一絲希望 從拜登上來以後 沒想到打擊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力道是越來越強 那對中國來講 不管發展先進的科技、軍事武器 太工的這個設備的競賽也好 還是AI產業的發展 確實對於高階製程半導體產業的一個需求 有它發展的一個急迫性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就得不择手段了 要不然無法取得設備 也沒有辦法發展自由技術的情況下 對未來中國半導體產業來講 絕對是會倒退不只10年甚至20年以上 而拿取技術的一個方式 實際上當然直接獲得關鍵的一些專利技術 是最快的 而在這過程中 除了說給予高薪的挖角之外 一種 他們也知道 他們自己的市場份額是非常的吸引人 所以他也會拿市場的份額 就是說你進來我把市場給你做 你甚至我整個市場都獨斷給你都沒有問題 那自然而然你就這個 雙手奉上了嘛 就把這個專利奉獻出去 甚至對一些專業人才來講 採用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我給你一個願景 我給你一個發展的一個空間 過去台信店有很多的高階人才 甚至三星 也都是在這樣的一個誘惑之下 到了對岸去 然後協助他們發展辦理產業 那到頭來當你在發展過程中 你哪一塊的專利 哪一塊的技術銜接不上的時候 請問被挖角這個人是不是要自己想辦法 那在背後有資金以及 這個強大的壓力之下 自然而然就會做出一些違法的一個行徑 所以整個來講 中國有它迫切發展半導體的一個需要 但是全球的半導體這些大廠們 其實現在也都非常謹慎 小心如何跟中國做一個往來 因為畢竟一旦機密被竊取之後 後續的一個發展 其實對這些各大半導體廠來講 也是有所阻礙的 這一類的竊密或者是防堵的一個狀況 一定會越來 這個密度會越來越高 而且這個強度也會越來越強 所以我覺得對中國來講 放棄先進製程的一個發展的可能性很高 未來中國的產業的發展 我認為它必須選擇 它必須選邊站 它到底還是 必須有企圖心的去發展先進製程來講 還是退回就是穩定的這個成熟製程 我們謝謝分析師 再關心華爾街日報報導 北京當局最早可能會在未來幾天公佈重大措施 來振興疲弱的中國經濟 項目可能包括發行約1兆人民幣的特別國債 來幫助地方政府 以及投入數十億美元的支出 推動新的基礎建設 以及鼓勵房地產投資者購買更多房屋 不過外媒《華爾街日報》報導 許多經濟學家仍舊懷疑 最新的措施是否能夠足以扭轉信心 並且防止經濟進一步放緩 並且經濟學家就表示 北京的措施表明 官員仍然是堅持老辦法 也是通過借貸來刺激投資 推動成長 而非提高家庭收入和消費 像是穆迪分析公司的資深 中國經濟學家艾爾也表示 當前難以對中國經濟抱持樂觀態度 而這個星期包括摩根大通 瑞銀集團和渣打銀行也都下調了 中國2023年的GDP成長預期 好 中共國家統計局 五月份城市十六到二十四歲 青年失業率是高達百分之二十點八 但實際情況可能更糟 根據中共官方公布的就業標準 一個星期工作一個小時以上 就算是就業 這也引發網友批評 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研究員 王明遠日前發文指出 中國失業率統計是明顯失真 保守估計 目前十六歲到四十歲的青年 絕對失業人口比起疫情之前 是增加了兩千五百萬到三千萬人左右 下節新聞重點 大力光跨醫療創AI睡眠監測裝置 獲得醫學會認證 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 回來 看好智慧醫療需求 臺灣科技大廠積極佈局醫療領域 據有醫師背景的大力光董事長林恩平 也投入了醫療產業 而歷史五年研發的AI睡眠監測裝置 是獲得了睡眠醫學學會認證 本週舉行受贈典禮 林恩平也分享研發過程 獲得睡眠醫學學會受贈的首家公司 光學鏡頭大廠大力光跨足醫療五年有成 此公司研發AI睡眠監測裝置 獲得臺灣第一家睡眠醫學學會認證 大力光董事長林恩平親自北上領獎 會投入醫療產業 林恩平說跟自己的醫師背景有關 醫生的習慣吧 本來是醫生 覺得睡眠是一個根本 對 睡眠很重要 它是有學理根據的 它是依據哈佛那邊 它是直接放在心臟 那它可以很就近監控你的呼吸心跳 這個基本上也是算一種 這種醫療級認證呢 其實可以幫我們篩檢掉很多打憨 然後又懷疑呼吸中止的病人 當他發現問題的時候 才能夠到醫院去找醫生做一個 這麼複雜的檢測 近幾年台灣科技大廠紛紛進居醫療領域 實現商品化 包括代工大廠鴻海 雙A品牌宏基與華碩 廣達研華 以及加士達集團等 數據顯示 台灣健康產業 預估2025年達2819億台幣 全球智慧健康市場規模 2022年可達2255億美元 就希望每一個人家裡面 可以都變成一個必備品 希望非常好 我嘗試一晚而要正常 我就沒有再測 所以你睡得很好嗎 對我平常睡得很好 所以我就 維持健康的 打坐 大力光表示 AI睡眠監測裝置 大約跟馬卡龍一樣大 相關睡眠檢測心電儀 從晶片設計 軟體開發到產品製造 都是由集團一手包辦 林恩平也透露 目前連結手機APP 安卓版的程式已經完成 蘋果iOS版本 也將進行 新唐亞太電視成文模 李晶晶 台灣台北報導 好 但你看下週 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首先6月20號 環球經營股東會 21號巨大人保圓百 長榮航泰舉行股東會 22號英國央行利率決議 而在同一天 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出席國會 聽證會 以上是6月16號的 新唐人財經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沈偉彤 再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